大家好,這裡是Moji 今天呢,又要回來玩《遺血之名》 上一次呢,離線之後呢 我先稍微找一下下一個步驟怎麼走 那我想說他會抽煙 應該是會來到這個比較空曠的地方嘛 那後來我就調查,調查這裡 仔細一看,裡頭的圖道好像是被誰動過 要娃娃看嗎? 在冰涼的泥土中,露出一顆圓潤的雪白色珍珠 拉出來,事後發現是一條項鍊 得到了珍珠項鍊 但是我們真的就是找到了一條珍珠項鍊 讓他真的長累了一條蠻珍貴的東西 那現在我已經失去了,所以... 呃... 對不起,我的反應有點太大 我就知道他會掉下來 只是還好他沒有掉得很快 所以我才有機會... 逃不開 嚇死我啦 好,那我們回去... 找找看吧 你是我拿在身上... 你...你怎麼會... 不用那種眼神看我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只是我給某人的小抱負 別擔心 失去一條項鍊對他而言根本不痛不癢 蛤...就像女人一樣了 結果我卻還該睡著期待著什麼 現在想想我活得還真是悲慘了 就算被那些後背們誇上天了 事底下還不是兩樣情 明明都這麼拼命的 在事業上還是失去對手 就連愛情 這麼,你要去告仲嗎? 失去了珍珠項鍊 這是什麼糟糕的整能遊戲 正查鏡 我的心都快跳出來了 好啦,順時回報 我會歸還這陣子脫的東西 這樣就行了吧 少煩我 我們現在可是互不相欠 嗯?又不能對話 所以這個事件就是 算是解決了 該給我一些道具吧 唉,哇 就沒想到有一天 我拿回自己的東西 你真是厲害 喔,喔,沒了 那應該就是 這裡的民體應該算是結束了 欸,沒有鑰匙 小鑰匙 看到我一個黑色頭髮的女孩 可是我是銀白色的欸 死掉了 嗯? 是什麼呢? 好像還有什麼東西 喔,這裡 白色的面具 好,進去 好,進去 保持你的笑容 需要我戴面具嗎? 小鑰匙 橋上獲了一隻鱼 鱼的身上寫著小小的數字6 今天這裡的人們在談論什麼吧 我是來這裡做生意的 沒有錢的話就別來煩我 對我沒有錢 呵 你聽說了嗎? 公爵夫人 方才下來命令 不准任何人給某某人食物 聽說了 因為貓頭鷹被放走了 公爵兒子很生氣呢 哇 老管家聽說後也很擔心 那可是他唯一的孫女 我們也辦法做些什麼 公爵都落下狠話了 但是我們違背命令 就終身不曾邀請我們來表演 而是失去這苦口的機會 唉,我真是不敢想像 我們的身份低賤只能怪他太傻 怎麼會做出這種蠢事 欸,那不是我嗎? 喔 到底 怎麼不能進去 好,那就來這裡吧 喔,這是椅子 這裡有個人 一個年約十歲左右的女孩 扎著兩個短短的馬尾 身穿中褐色的撲燈裝 看嘴唇微微泛白 雙手舞著腹部 省情,有些痛苦 肚子痛 負餐點的櫃子 現在對人在看那個 密碼 一 六跟一 金幣 這什麼房間啊 出啊 這裡有個洞 哈哈 我去往前進欸 這是哪裡啊 嗯? 好像沒什麼重要的東西 還是說我們現在不是該來的時機呢 好,先回去吧 我捲入 我捲舌埋入海 海洋的彎壁之中 海底的殖民 無所畏懼 順著海 涼流 就能找到龜屬 大魚 永遠游在前頭 小魚夹在中間 胸掌 緊衰在 緊衰在後 泥 交捏 廣 可是這個沒有說他是... 這算大魚嗎 喔真的耶 所以六一 最後我不知道 所以還有一隻魚 會是在剛才這個隱藏房間裡面嗎 可是我這樣看是 沒有看到的 太黑啦 啥都看不到 這裡有魚嗎 沒有喔 還是要用拆的啊 怎麼可能 硬A 胸掌緊實 呃 跟在身後 所以六一不知道多少 所以我真的要硬A 結果搞不好 根本就不是這個 得到浴池的鑰匙 浴池 浴池 居無禁所 這裡是我們公寓的地方 除了表演以外 我們都會待在秀石室內 這裡是我們洗澡和吃飯的地方 他們會在固定時間派了奶送餐點 等我們洗進身體後 就會在外面的桌子享用 我們算是洗得比較慢 我們算是洗得比較慢 但總有一個人比我們的慢 賣力總是偷到最後才進來 欸賣力進來了 看 孩子是賣力 她總是安安靜靜的開書 很少於我們聊天 就像現在這樣 所以這裡都沒有人 我需要使用 我去跟賣力講講話 盒子上附的小卡是這麼寫的 不想讓其他人看見我的尊容 他的戰友欲擊重 說不害怕 是騙人的 我很感謝他的心意 但也就僅此而已 我能做的就是以更好的表演 回報他們 抱歉 我該怎麼稱呼你 我是曼莉 雪莉嗎 你們連名字都很相似 真是奇怪 你們沒有說話 我卻還是聽到了你的聲音 我真的很喜歡跳舞 已經到了近乎成名的地步 我曾想過 或許我活著就是為了這個 為了不浪費上天賜予我的天賦 我從未中段過練習 最後我願加入劇團 前也闖出了名聲 但還不夠 終有一天 我定要跳出一支最完美的舞 至於面具 不找機會說清楚的 謝謝你聽我說這些 原來他是四個小壁爐 我先休息一下 小夥子 你可以的吧 我可以的 請接下來交給我 啊 這個是加熱器啦 欸慢著慢著 太太太燙了 你在做什麼 快滅火啊 筆記的製機 工整且捐秀 封面九項角的署名為曼莉 裏頭進入著月光下的毒物五步 另外還有會 會有圖片解說 資料十分詳盡 得到了曼莉的筆記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你不覺得這裡 忽然變得很熱嗎 是啊 我要冒汗了 怎麼這麼熱啊 他們 家太多彩火了 還站在那裡做什麼 快開門啊 沒辦法 我打不開 什麼呢 麥莉的表情怎麼變成這樣呢 如果當時沒發生這件事 該有多好 好想再跳一次啊 那就不到 我身下練習過無數次 卻從未在舞台上公開亮相過 所以其實麥莉已經死了 我的母親是個成功的舞者 卻不是成功的母親 她的身下往後 隔壁創作出自知舞蹈 沒多久便是去展開巡迴表演 我等了極高的名聲 在我六歲那年 母親離婚癌症 卻才被迫中斷事業 男內的壽命和其短暫 要生命去留愛一件事 就足夠了 雖然我誠心恨過她 但或許 比起恨 我更加敬重她 愛她 月光下的奪物 我努力做的改編 想要獻給她 獻給我的母親 但現在 似乎比較緊了 因為神要提前讓我們相聚 對 那是你可以的血力 你不是屬於這裡的人 對吧 快逃 逃啊 逃得越遠 越好 蛤 音樂有點太大聲 我跳一下 好 再試歌 噢那個火會死掉啊 欸 欸這不能碰 欸這裡沒有路 那那那我快去啦 那我快去哪 不會吧 不會吧 剛剛都沒有 沒有 啊剛剛都在對話 所以就沒有存檔 好那大家等我一下吧 好 欸現在有飛機飛過去有點吵 之後我先去拿那個盆子 剛才不是有很多盆子嗎 那時候我沒有拿 啊這隻 這隻就拿了 好 那我們就一樣 直接直奔這裡 之後應該可以浇吧 對可以浇吧 欸 欸 不小心又碰到 好 應該就這樣子 我把那個飲料調回來 摟一下 OK 就又獲得了一枚金幣 這樣算是逃脫了吧 他還在 看一下裡面 喔 一把鑰匙 表演廳的鑰匙 金幣 搞不好 可以跟那個商人交易 跟你講 不夠 好吧 基本上 用紅筆 反不圈著幾句對白 似乎苦惱者都會呈現其中的心境 類似的書籍 紅酒 掛著一堆表演用的服裝 飾品及道具 廢棄的書籍 一疊厚厚的劇本 做好你的表演 好喔 欸欸欸等等 要表演了 啊 穿你衣服吧 好吧 欸我可以亂跑欸 那我們表演吧 這場的紳士淑女們 不要緊張 排名品將會越來越好 絕對不會讓各位失望 好的 那我們看看 像個物品 看這個美麗而精緻的小東西 排名編號 0056 木頭人偶 雪地毯 你們以為這只是個普通的人偶 我千萬別想看他的來歷 從這隻人偶 曾經能夠招致厄運 多麼神奇 是我失禮 你們有這個膽子 挑戰看看嗎 把這隻人偶帶回家 無論是將他手機玻璃櫃裡收藏 或是要讓您的孩子來到學校裡 向同學們炫耀 相信您會做出最好的選擇 好的好的 恭喜這位先生贏得了這隻可愛的人偶 精彩了 這可是獨家消息 下一間拍賣物品 居然和這隻人偶有關 相信各位很清楚 這場拍賣會是不會對外公開的 而這裡的每間拍賣物都是經過 精跳細選 就如同今天受藥歷歷現場的來賓一樣 天啊 剛才我瞄了一眼 作為一個配賬而言 真是太美了 稍微再調小一點齁 剛才的先生務必好好考慮啊 因為他根本只是為了人偶 量身打造的 四星推進給您 拍賣賓號0057 啊 沒看到 我跳 我跳 好啊我跳一下吧 這箭頭即將抵到尾端後 按下相應的方向鍵 我都沒有 對 我這樣有按到還是沒按到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啊 啊 我太難了吧 我用鍵盤好了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我太笨了吧 啊 有了有了 終於 還有拍手了 覺得很好 這是你該得的 拿去吧 實行麥蒂的筆記 金幣 結束了 那應該可以出去了 喔 不是從這裡出去 那剛才那個 主角呢 他沒有在跳舞那個部分呢 作者是有說是因為技術問題啦 所以他就只能跳一次 好好珍惜現在平凡時光 要是一步小心 幸福就會水波飄走的 獲得一袋麵包 給你吧 原來他是肚子餓啦 你覺得自己找到遺失的東西了嗎 你問我 但你不是已經知道了 我想那個大概就是善良吧 我是嗎 真一看沒能幫上忙 難道我真的就像小廣角說的那樣 除了吃以外 一無是處嗎 因為油膩是不是 我沒看到啊太快了 是啊 我很清新自己做了這件事 因為他看起來實在太可憐了 上天那鳥兒擁有一雙翅膀 又是無法肆意的在天空中飛翔 那該有多可惜啊 那這個女孩應該就是老管家的孫女了 這番話是某人曾經告訴我的 事物在很久以前 我也認識像你這樣的好心人 他總是帶著一本書來到這裡 從不跟其他人一起鬧 安安靜靜的 他不會強權 將自己的餐點施設給我 只可惜我已經盡不得他的樣貌 我真的很感謝他 我要去找爺爺了 謝謝你 讓我想起這份珍貴的回憶 希望你能想起那個重要的東西 我怎麼又來到這裡 我怎麼又來到這裡 你會想起我嗎 當然啊 我的愛在哪裡 我都會好好跟著的 喔 第一章結束了 第二章 不具名的騎士 一個男生嗎 居然是個小女孩 要生小 還有玩世小動物場進來 你笑到我了 蛤 雪莉 等等 你剛才有說話嗎 我在說什麼 這是當然的 難道我們以前也見過面 雖然你不太可能 不太清楚 這棟屋子 看起來的確挺荒廢的 讓他還是屬於失戀財 可是在這裡隨意亂闖 你當被屋主發現 他要是生氣報警 你可是會被警察抓走的 認真怪 你是怎麼進來的 算了 我不會教你的事情 告訴其他人 出現在起 你得聽我的話行動 知道嗎 蛤 你是誰啊 他叫什麼 解錄 給你聽路口 好 最後是從這裡回來 那這裡是哪裡咧 美麗的玫瑰 美麗的玫瑰 啊 喔 就是這裡啊 那我可以去 欸 可以了欸 我可以去右邊了 因為我現在要換成這個角色 他就讓我去右邊了 不是這一間 不是這一間 好 那是這一間 這裡是我平常走走的地方 算是比較安全的 就得結落就行 你可以在附近晃晃 但是別跑得太遠 要是發生了什麼事 可怪我沒有警告你 老實說 我總覺得這個屋子有幽靈 我不是害怕 只是提醒你要小心點 畢竟有些地方我也沒有去過 怎麼了 別擔心 這裡偶爾會發生一些小小的震動 沒有什麼好怕的 對 你知道的 就是自然現象 絕對不是由你作睡 所以別擔心 該說的我都說了 你就自己去探索吧 等等 我要開始忙了 別來打擾我 喔 剛剛我嚇一跳 然後另外一位從旁邊過來 我想說要跑出什麼 驚悚的畫面 就不是嚇死我 查看一下照片 喔 這兩個小孩 小女孩 記過一下 英國各遙集 都是時事橫絲 有古典 田園及優美抒情等 皮材及為多樣化 滿滿的衣服 滿滿的工具及零件 連我的四肢 和頭 東倒西外的扇落在向著各處 在紅窩的燈光照應下 看起來有這種異樣的詭譎感 哪一順我可以 喔 欸 這件 有點空啊 感覺是 一個 兩個謎題 的感覺 地球儀 木珠 麗絲 蒜盤 這裡是 喔 不得下去 金巨的禮物和 糖果罐 裡頭裝著美味的糖果 那其實它 裝著滿滿的著物 需要物品的時候 或許可以來這裡看看 其實這裡的格局 跟主兵的格局 是蠻類似 嚇死我 可以開一點點就好嗎 我不想破了自己的心中 開一點點就好 神秘的禮物袋 如果畫出你美麗的妝容 參考一下那些珍貴的夫人吧 在臉上附上一層厚厚的鉛粉 再用假成的字意 輕輕塗在唇上 你的美便會顯而易見 我這樣是不是越走越遠啊 沒問題嗎 欸 這是什麼 一塊發條形狀的石頭 想要拿起它 但異常沉重 動也動不了 愛貌之人 必定會留給它一個箱子 下面有排 極其微小的注釋 但並非原文 目前還狠心 似乎是被人水餅貼上去的 絕非射有炸彈的腳樓 蛤 就這樣 好吧 感覺還不是來這裡的時候 難道可以過去了 欸 真的欸 我很喜歡 很喜歡當有人發現 美好似乎是 那雙 橙澈發亮的眼睛 如果你願意 靜下新體會 會發現它具有強大的感染力 好 這裡好像都還不是要來的時候 可是都已經可以進來逛逛了 那接下來該去哪裡好呢 OK 這裡我剛剛都試過嘛 對 都不能進去 好 沒有特別的 畫 那我去上面這邊看看好了 可以過去 不行 這裡不能過去 就是 牽粉 剛才他講到說 美麗的妝容 需要牽粉 跟甲蟲的質疑 那 可以開一點點就好 這什麼意思啊 聖誕樹 我以為他說這些抵物 開一點點就好 結果不是啊 不需要過去 我有什麼道具 什麼都沒有 蛤 這樣可以進去 什麼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 呃 壞笑 他說開一點點就好之後 我不想要暴露自己的行蹤 嗯 是沒有反應啊 可是如果用小的話 那 進去 他會自己走動 欸也不會 所以我開啟了什麼嗎 不太動 好 好吧 先這樣 就這樣 可是他也沒有 給我什麼 任何導致 好吧 呃 我想說 今天就先玩到這裡好了 呃 因為時間上可能也差不多了 欸 那有東西欸 突然發現 不見了 呃 欸 打開了欸 嗯 還是我剛剛沒有改 欸 有了有了 啊 我本來想要結束 你找到我了 剛才跑回來時 忘記把門關笑 幸好你替我做到了 我很擔笑 常常被其他兄弟姐妹欺負 所以才躲在這裡 但我很高興 你發現了我的信息 要是其他的也像你一樣貼心 那該有多好 有的時候 我也想像這樣 躲著待著 那會使我的內心 感到平靜 你會覺得很奇怪嗎 母親說 我是個孩子 應該和其他孩子 待在一起玩耍 這才是正常的 她甚至以為我生病了 所以從那天開始 我就不敢向母親 提起這件事 現在想想 或許真的是我錯了吧 如果我趁現在交點朋友 可能會影響我未來的事業的 啊 時間不久了 我就趕快上床 否則母親 會生氣的 所以其實這樣就算是解決她的一個謎題了 欸不見了 我可以用盡全個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真的要先玩到這裡啦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咯 大家掰掰